大家好,我是美姨妈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简单的家乡菜 看似简单的蚝肉生菜,很多朋友也是做不好 生菜如果直接的焯水,那就错了哦 今天我就在视频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超级简单的蚝肉生菜的做法 出锅的生菜鲜嫩脆口,脆粒不发黄 非常的好吃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我花了五毛钱买的生菜 我们先把它的根部切掉 然后再把它放到流动水上面 一片一片的清洗干净 生菜的叶子上残留很多的脏东西 所以我们要一片片的将它清洗干净 这样吃起来干净又未生 全部清洗完之后,控干水分,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颗大蒜,将它拍碎 拍碎之后,再把它直接剁成蒜末 剁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一个芡汁 淀粉一勺 生抽一勺 蚝油两勺 再浇油100克的清水 用勺子把芡汁搅拌均匀 以前我做不好这个蚝肉生菜 自从学会这个做法,家里人都说非常的好吃 切之搅拌均匀后,我们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锅里放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后,浇油一勺食盐 少许的食用油 这样既可以给生菜保持翠绿 又可以给生菜调一个底味 将食盐和油搅拌均匀 然后浇油备好的生菜进行焯水 焯水的时间不要超过10秒 时间太长生菜就会失去脆爽的口感 变得远巴巴就不好吃了 生菜擦好后,我们马上把它捞起来 把水分里控干一下 重新起锅,放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蒜末 将蒜末炒出香味 蒜末爆炒出香味后 倒入刚才调好的芡汁 用大火把芡汁变得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煮好的芡汁淋在生菜上面 这道简简单单的豪肉生菜就制作完成了 生菜的颜色脆立不发黄 鲜嫩爽口,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见